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院高龄案主 案主担忧地询问组织医师病况 但是主要照顾者伴侣 却坚持拜托医师 千万不要讲出详细的实情 以免打击案主 组织医师与医务社会工作者 应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脉络下 与病患及家人讨论病情 适从伦理理论分析 社会工作者将面临什么样的伦理议题 以及依依寻哪些的伦理抉择步骤进行抉择 这题深论题25分 这题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理论分析 社会工作者将面临什么样的价值伦理议题 第二个 依寻哪些的伦理抉择步骤进行决策 还有一个是情境脉络 在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脉络下 如果你在这个题目当中 除了上面的两个问题 一个脉络 你还有发现其他的问题 这里面是不是有保密的问题啊 那你是聪明人 这一题有陷阱 如果你写了保密问题 那你可能就掉进这个题目的陷阱里面了 在解题前 先谈一谈理论 考试上面的应答 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谈一谈 在医院病情告知的问题 在临床上要怎样应对 首先这个情境在医疗场域 每天都会发生 但是可能在临床上跟考试上 是有所不同的 有些人一看到这样子的题目 就会担心自己没有医疗的领域工作 或者是实习的经验 连医务社会工作可能都没有修过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要如何回答 别担心社工师考试只是一个通责的考试 只是情境不一样罢了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病人自主权利法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也没有看过 就字面上的意思也知道 病人的自主权利法案 如果你了解病人自主权利法更好 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脉络有哪些呢 在病患及家人讨论病情的重点呢 首先第一条例法的宗旨就说到 为了尊重病人医疗自主 保障其善终的权益 促进医病关系的和解 特别制定本法 第四条 病人对于病情医疗选择 及各种选择之可能成效与风险 预后有之的权利 对于医生提供之医疗选项 有选择与决定之权利 病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 亲属医疗委任代理人 与病人有特别关系密切之人 以下统称关系人 不得妨碍医疗机构或医师与病人 就医疗选项决定之作为 第五条 病人就诊时 医师或医疗机构 应其判断适当的时机及方法 将病人病情治疗方针 处置用药预后情形 及可能知不良反应等相关事项 告知本人 病人为民事反对 时亦得告知关系人 病人为无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 受辅助宣告之人 或不能为意识表示 或受意识表示时 医疗机构或医师 以适当方式告知本人及关系人 所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脉络下 病人是有知的权利 病人的相关人 不得妨碍医疗机构 或医师与病人的医疗选择决定之作为 所以只有在病人为民事为反对时 才能告知关系人 回到这个题目当中 主要照顾的伴侣 坚持拜托医师 目前先不要告诉案主 详细的实情 以免打击案主 这是违反病人自主权益法的脉络 如果你要说有保密的问题 因为不可以说 那就要问一问 这个case里面 谁是个案 病人吗 还是主要照顾者 如果病人 民事不要告诉其他的家人 这才有保密的问题吧 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很常见的 但是不同的科别 对于不同的疾病是有些差异的 如果遇到癌症或者是安宁的病人 就会比较棘手 因为处理不好会被投诉 简单来说 对于病人有知的权利 通常在医院病情告知是医师的工作 在安宁说明病情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 只是在各个不同的专业 会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 社工比较是站在社会心理与家庭动力的这个部分 帮助病人的社心理能够平衡 我想极少数的人会愿意不明不白的死去吧 那死也要让自己知道是怎样死的吧 更重要的是 病人可能有很多想要做的事 在病情还可以的时候 就要努力的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千万不要等到有一天快要死掉的时候 才来做心愿完成圆梦的这一件事情 避免造成家人一辈子的后悔 通常我会利用家人不在的时间 会谈评估个案过去面对重大问题 是怎样来面对的 个案会不会想要知道自己怎么了 问问看他的文化背景 对于这样子有关自己生命重大的事件 是怎样处理怎样面对的 有一些文化可能是交由儿子处理 经过与病人与儿子的确认后 那当然就可以将病情告诉儿子 有不少人不用你告诉他 他怎么了 他自己也会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了 因为身体是病人自己的 他每一天的状况越来越衰弱 他一定知道自己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才会变成这样 虽然他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告诉你 他怎么了 但是他自己一定知道他自己生病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 你要病人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那你可能要让病人看不到 听不到 闻不到 摸不到 脑袋也没办法思考 即便第一类极重度的教养院的院生住院 状况不好 他要死掉了 就不要说其他人了 主要照顾者的伴侣 坚持不要告诉病人实行 避免打击案主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病人会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骗他 连救命的医生也不说实话 告诉他实情 其实这更不利于治疗的一个过程 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另外一个人骗 而且骗你的人还是治疗你生命攸关生死的人 病人可以拒绝接受病情的告知 但是不能要医护人员不告诉病人实情 至于本题的伦理考试题目里面 伦理理论的分析议题 以及抉择步骤进行抉择的问题 安德鲁社公司推荐大家好好看一下 在下面资讯栏的资料 因为五年后你考医务专科社公司的时候 伦理题目都会考议题 我们下一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